浑浑噩噩过一天 大盘已经把缺口补完 直逼下方3000点 哥们儿 补不补仓 抄不抄底 别多想了朋友们啊 就今天这个行情还抄底呢 这底在哪个地方咱都不知道啊 当然我还是那句话 如果能够直接干到3000点的话 我肯定来给大家抄个底 但是就现在他这个一直不上不下的 我反而有点不敢动态 朋友们我们来分析一下大家的交易心态 对于现在已经套牢在场的朋友们而言 已经属于是 也劝不动是吧 也肯定短期之内不会出来了 属于躺平状态了 但是看到今天这个行情套牢了的朋友们 他敢补仓吗 他不敢的 因为市场弱呀 屡次反弹不成功 强势性的这种增量资金反弹都不成功的 然后整个大盘的成交量 接连缩量今天又是 6000亿以下的这种地量成交 再加上 大家摆在面前的消息面利好 给你搞冲高回落 政策利好 给你搞冲高回落 资金试盘 给你考今天涨停 明天跌停的这种冲高回落 所有的针对于市场可以形成上涨的信号 都被行情演绎成了套人的走势 所以现在市场能期待的是啥 反而只能期待 要不然咱们再往下砸一砸 再往下跌一跌 今天把缺口补完 那改名能不能把3053的那个低位再刷新一下 再往下走一走 探一探 只能靠跌出机会来 因为跌的多了 看涨的人就多了 觉得这个市场委屈了 跌多了的人 敢于做涨的人就多了 所以面对已经套牢的这帮朋友们而言 叫他现在补仓 他可能也是不太敢的 除非刚发完工资 钱也没地方用 就钱在跳 非得想要进场 否则主动性补仓的人绝对不多 是吧 第二个 那清仓或者空仓在场外的朋友们 他的交易心态是什么呢 他每天都乐呵着 他多看一天盘 就少亏一天的钱 你说他哪敢哪天进场 我哪天我进的越早亏的越多 我干的越多 错的越多 所以这帮人一定是看到市场还在趋势性下跌的情况下 他应该不会轻易动手的 已经属于是不见兔子不撒阴的一个非常稳健的状态了 一定要看到了上涨 可能才会进场 你说看到连续下跌跌到哪个位置了 没有底部可言 他们是难以进场的 于是这两股来自于散户的增量资金 短期之内你就不用想了 除非大盘指数 我说了跌跌到三千年我都敢买 是吧 除非大盘指数跌 否则交界面利好也没用 政策利好也没用 那么就要讲 散户资金如果说没有跟风力量的话 那市场以再大的机构来试盘 你都缺乏跟随 比如今天市场就出现了 下午2点零几分吧 零二分的时候开始出现了那个成交资金 我们当时在直播间非常惊讶 一起在看 哇 我说这个就按市场来讲 早前几天我给大家说了 我说没准周四下午我就想要动手 我盼在今天下午动手的原因 我觉得和今天下午去做盘的机构的原因是一样的 冗长了 我就不解释了 但是为什么我不动手人家还动了呢 我觉得他可能比我更真诚吧 我不动的原因是因为上午盘搞的啥呀 上午盘开盘前15分钟 兴奋的很全重股纷纷上台 外资都净流入了十几个亿 结果就15分钟的时间 跟在座各位差不多 就15分钟的时间 然后一路下跌 外资也流出了 增量资金也没了 所有起来的什么 哎呀 红起来的那种全程板块全给下去了 搞什么 只能搞概念炒作 这一波基本上往下走 再走了半个小时 我的心就死了 我这个行情明显资本转移 只能做概念 做不了大盘呢 所以我想下午 没准是不可能有新增资金形成的了 结果人家还那么真诚想来试盘 试就会失败 因为你这时候试散户不会跟呢 甚至连中小型机构都不跟 我都不跟呢 所以这个盘面 分析的结论就是 如果要谈什么抄底 谈什么补仓 我觉得都还是为时过早了 咱们再看一看吧 如果有人告诉你说 什么现在缺口补完了 可以上涨了 下方没有牵引了 你可以信一半 但是要让你真的动手的话 你可以先来看看我直播 看看我当时正在直播时候的 我的交易理念和心态是怎样的 咱们就当是给自己加了一个安全锁吧 你要再动手前 你要先挑一点我的直播 好不好 行了 我给大家就分析到这了 剩下的咱们就评论区 再见